再来看商贸企业的 商贸企业的话 分毛利率法和售价金额核算法 毛利率 就是当初咱们聊的毛利率 什么叫毛利呢 一包烟100块钱 它的成本是10块钱 毛利90% 苹果手机 一部手机 一万块钱 它的成本只有一千块钱 一万减去一千的成本 九千的毛利 毛利是什么意思 就是卖家减少商品的成本 那么收入 应该是扣掉退货和打折的 以净收入来定 另外的话 毛利率就是毛利占收入的比例 那么毛利率乘以收入 等于它的销售毛利 毛利就是那个收入 减成本的差嘛 那么有了毛利可以算出销货成本 销售金额 这收入减毛利 这就是它的成本 有了成本的话呢 可以用期出 加购货减节存 算它的期末成本和成本 我这个有点绕 你这样子 咱们比划一个题 你就明白了 看这个 第一季度 毛利率30% 啥叫毛利率30%呢 比方说 一百块钱的东西 卖家的 它的成本是70 那么它的毛利就是30 30占收入的比例 不就是30%吗 毛利率 七出1200 本期新购2800 来来来 先把价子单上 七出多少1200 新购多少 2800 现在就差销货成本了 销货成本怎么办 3000是卖家 有了退货300 把退货干掉 这是销售竞价 销售竞价乘以 一减毛利率 毛利率30% 一减毛利率 就是成本占 售价的比例 2700乘以70% 是1890 1890就是这个数 就是销货成本 销货成本 用1200加上 2800减去1890 结存2110 算C就对 这个呢 汇算就行 汇算就行 在这呢 我再把这个过程 给你强调一遍 看七出成本 加本期新货成本 它这这个销货成本 怎么来的呢 就是用毛利到挤的 首先算出销售竞额 把退货折让打掉 然后呢 一减毛利率 就是成本占售价的比例 可以算出 它的成本是1890 然后再带进这个柿子 就可以了 汇算就行 但这个方法有个缺点 它的一个季度三月 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 用毛利率 为什么 因为它本季度的毛利率 只能用上个季度 为啥不用本季度 你出不来 哪有数 你比方说你第一季度的 一二三 这三月吧 你一月份二月份 用的这个毛利率 你不可能用本季度的 因为你本季度还没有结束 你没出来这个数 只能用上个季度的毛利率 但问题是上个季度的毛利率 不是你本季度的毛利率 这东西有误差 怎么办呢 这个季度的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用上个季度的毛利率 先凑合着算 到第三个月要到几 你就知道这个原理就行 我们这不再探讨详细的 考的话呢 只考第一个月 不会考第三个月的 会做就行 来重复一遍 先怎么着 先算出销售金额 用收入减掉退货和打折 以销售金额来定 毛利率 先说什么叫毛利 我再来一遍 这个东西卖一百块钱 成本是六十块钱 就它的加工成本是六十块钱 生产成本六十块钱 卖一百块钱 一百减六十 差额那四十就是毛利 什么叫毛利率呢 毛利除以收入的报价 那也就是毛利率 有了毛利率 就能算出毛利 有了毛利 就可以算出销售成本 用收入金额 减毛利算出销售成本 你也可以用销售金额 乘以一减毛利率 有了销售成本 带到这儿来 有了期出 有了本期新购 一洗就能出节存 懂了吧 再来一个 看这个 毛利率 家电的库存余额三百六 新进四百 来来 我先把数搭上 七出多少 三百六 新买多少 新买四百 现在就差销售成本了 报价五百八 毛利率百分之二十 你拿五百八 乘百分之八十 不就是它的销售成本吗 然后把它减掉就行 五百八的百分之八十是多少 四百六十四 七出多少 三百六 新进多少 四百 发出节存成本 就是销售成本 四百六十四 挤过来 二九六 结余成本 讲完了毛利率法 我们进入第二个方法 商贸企业的啊 毛利率法是批发的 这个售价金额核算法 是零售企业用的方法 它这个方法呢 是这样的 首先呢 平常的商品的购入 加工收回 以及销售 按售价口径来挤 然后进价和售价的差 通过商品进销差价来核算 你需要算一个进销差价率 什么叫进销差价率呢 比方说这个商品的话呢 进价是十块钱 它的卖价是十五块钱 那它的进销差价就是五块钱 五块钱占售价的比例 叫进销差价率 算完这个之后呢 用卖出的商品 算出它分摊多少 进销差价 然后调整出它的销货成本 这个差价率的计算公式 跟那个材料成本差异 有一拼 差不多啊 一个是期初有多少差 本期新增的有多少进销差 用售价做保底 看期初售价 加本期新增的售价 这不就那个材料成本差异率的套路吗 跟那个几乎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这次的分母啊 是售价口径 前面那个是计划计价口径 但它都是差价嘛 算出差价率之后 用你的实际的毛收入 乘以它的差价率 算出有多少差价 有了差价之后的话呢 用售价减去差价 就可以算出销货成本 有了销货成本就进入我们前面的轨道了 这会去出成本吗 增加成本 减去销货成本 这不就挤出结存成本吗 来 我们看一个例子 某商场的库存商品 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 5月初 进价30 售价标注为46 那它的进销差价是16 本期新增存货 它的进价40 售价为54 它的进销差价为14 那它的进销差价率是多少 期初的售价口径46 新增的售价口径为54 进销差价率这是百分之几 百分之30 也就是说差价 占售价的比例30% 卖的报价是70 70对应的差价是多少 37 21 这样的话呢 它的销货成本就会变成 70减21等于49 销货成本 有了销货成本 期初成本是多少 30 本期新增 进价成本40 再减去销货成本49 等于21的结存成本 算A就对了 回来吧 就这么一个套路 来我们再看一个题 某商场5月份的 月初进价为17万 售价标准为20万 那就说它对所有的商品 都是双重计价口径 那它的进销差价是3万 本期新增的假商品的 进价为23万 售价为30万 那它的进销差价是7万 来看看它的进销差价率 期初的售价口径20 本期新增的售价口径为30 看 50分之10 这是百分之几啊 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进销差价的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的话呢 它的卖价是实际实现的是40万 40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那它的卖出这一波的进销差价是8万 那它的销货成本就是32万 有了销货成本 再来看期初成本多少 17 加上本期进货成本是23 再减去销货成本32 这几啊这 40减32等于8 算币就对了 无论对于毛利律法 包括所谓的售价金额和算法 它是分属于不同的企业类型 而采用的一个商贸企业的特有的发出计较 但是这两个方法的话呢 它的考点都是一样的 集中在发出成本要回算 也就是销货成本 还有节存成本要回算 其实一般考的话呢 考节存成本的情况更多一些 来咱们再来补一个包装物和低利号品的 发出的一些原则 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它的隶属的会计科目叫周转材料 一级价啊 明晰价是包装物或低利号品 包装物和低利号品 它的发出这块呢 有一个摊销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领用包装物 领用低利号品 一次核销是最常见的 那就说在当时领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按照它的服务方向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或私产成本 一般来说呢 包装物低利号品 如果是用于什么销售环节的 那就直接走到销售费了 用于生产环节的话呢 一般进入存货成本 一次核销是最简单的 领的话呢 一次把它的整体价值都记住代价 有的用物贪销 物贪销呢 咱们教材上没讲 有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在领包装物和低利号品 我先摊一半 剩下那一半呢 等它报废时再去摊 这叫无物贪销 分次贪销是分两次或以上 这个呢 说明这个包装物低利号品 用的时间比较长 可以通过分次贪销 你就知道这么一个 大概方法就行啊 这个不是重点 谁不是周转材料 问生产中的包装材料 这是原材料 出租出借多次使用的包装物 这个是周转材料 随同产品出售不单独计价 这个也是周转材料 属于包装物系列 随同产品单独的 这个也是包装物 属于周转材料 这个是原材料 记着 这个原材料不算包装物 注意 这不是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它不是容器 有什么区别呢 你比方捆这个东西 用的那个绳 那也是包装材料 它可不是容器 那是原材料 这仨才是包装物 OK 那么对于存货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 讲原材料讲的比较多 那么整体的存货 不光是包装原材料 在这儿呢 我们统一的把它的发出的 那个账务处理 做一个整理 你先看原材料吧 原材料用于生产经营的原材料 发出消耗的代价 进哪 直接投料的 记生产成本 这个讲过好多次了 接生产成本 带原材料 如果原材料是计划成本计价 你还得截转差异 带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我们说过好几次了 那么什么叫直接材料 我再重复一遍 所谓直接材料就是 直接投放于产品生产的那个材料 那它为什么叫直接呢 是因为它本身的消耗 就是为这个产品服务的 一对一的 一看就知道是为它消耗的 不需要经过什么瓜分方法 瞬间搞定它的归属对象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聊的那个 构成产品主要材质的那个材料消耗 比方说棉花支撑布 那么那个棉花的消耗 就是直接材料 间接材料是什么意思呢 间接材料的话呢 你比方说可能我们这个车间的话呢 取暖 生产车间取暖 需要用煤 那么煤的话呢 我买了这个原材料用于消耗属于燃料嘛 那么它的这个消耗属于取暖 取暖的话呢 你说和产品有关系吗 有间接关系 在这的话呢 甚至有些产品需要温度的一些提示 你不取暖这个产品的温度达不掉标 没法生产出来也有的 那这东西属于燃料的消耗 走的直到这 因为这个取暖的话呢 你每一个产品都需要取暖 大家都要负担这个费用 所以说走的是制造费 需要经过瓜分来分摊的费用 这叫间接材料 销售环节 走销售费 行政环节 走管理费 就像刚才说 买的那个煤 你生产取暖走制造费 销售取暖走销售费 行政取暖走管理费 这个道理好理解吧 最简单的理解 发出加工物资 走委托加工物资 这是它的几个服务方向 要背过的 再来 出售原材料 这材料一般来讲 咱不是为了卖而买 知道不 买原材料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生产消耗 生产消耗是原材料的 常见的一个指向方向 这是材料的话 一般取得的一个主要目的 但是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比方说这个材料买多了 或者说呢 材料的话呢 买了之后 发现这个产品生产不划算 那我肯定要停止生产 你停止生产 你囤的那个料 你得卖了它 这种出售原材料 往往是不得以而为之 因此卖原材料 这个业务 它定成其他业务范畴 表现上哪去呢 卖原材料 那个钱走其他业务收入 卖原材料本身 它的代价 列到其他业务成本 我给你写一下 这个原材料的销售 或者叫卖掉原材料 它的整个分路 一般这么写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业务收入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这是卖的那个收入 转成本的话呢 是借记其他业务成本 带几原材料 这两个分路啊 它和那个卖商品的 那个分路差不太多 人家那个卖商品 是带的主营业务收入 转成本是借的主营业务成本 差别就这么点 不太很大啊 基本是一样的 你知道怎么做就可以 但是一定要搞清楚 卖材料这事 不是太多件 或者说呢 企业买材料的目的 不是为了卖的 接着来 包装物 包装物 它的发出这个环节 是重要靠点 你得看用到哪去 比方说生产用 生产用包装物呢 比方说你买的那个啤酒瓶子 啤酒罐子 还有一些坛子 这些盆盆挂挂吧 这些东西 因为有外包装嘛 这个往往构成产品的一个主材质 借生产成本带周转材料包装物 如果这个包装物是计划成本计价的 你还得接转材料成本差异 这个做法呢 跟原材料比较像 这是指的生产用的包装物 构成产品材质的 出租是什么意思 包装物如果它是可以损缓使用的话 有一些包装物可能比较大 它经常采取的是出租 出租的话呢 我们挣的那个租金 借银行存款贷其他有收入 这儿是假定没有增值税啊 然后出租的话 本身包装物是有消耗的 包装物的价值摊销归到其他有成本 如果包装物是计划计价 还得节转材料成本差异 这种情况不太多见 一般的话呢 你就知道 它列到其他有收入 它的代价走到其他有成本就够了 这是出租的 收租金的啊 出借 出借你借着这是白借 啥叫白借 就不要钱 它为啥要白借 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的话呢 为了促进我的产品的销售 这个包装物的话呢 它让你先拿走 回头你再还回来 这种情况下是白借 白借的话呢 当做促消费 搁到销售费用里面去 借记销售费用 带周转材料包装物 这个有计划价的同步接转差异 包装物 无论出租出借 都会有一个押金的问题 尤其是白借出去的包装物 更得收取押金 这个押金本身要退还给人家的将来 所以说这个押金 走其他一负款 我给你随便编一个数啊 比方说收了113块钱 借银行损款 带其他应付款113 押金就是要退还的 所以说拿到押金当做负债增加嘛 退的话呢 往回走 借其他应付款 带银行损款113 要是没收押金呢 没收 没收押金 你把对方把东西丢了 这种情况下 咱就想象成 我爸这包装物卖给你了 又卖原材料一样 那就借其他应付款113 然后呢 得拆除一个纯价款 怎么拆呢 这样拆 用113 除以一加13% 这个等于100块钱 然后呢 100块钱再乘13% 销项税13 看到没有 重复一遍 因为包装物的押金 通常是要退的 但是如果对方把包装物丢了 你就应该把押金扣掉 扣掉押金这个事 其本值相当于 把包装物卖给了对方 那么你当初收的押金 是一个含税价113 借其他应付款113 然后呢 含税价要拆除不含税价 就是113除以一加13% 为100的不含税价 我们当初说过 那个商品的报价和增值税 是并列的嘛 然后呢 用100再乘13% 算出增值税为13 最终分录是借记其他应付款 113代 其他业务收入100代 应销税费 销项税13 就是这么拆的 如果包装物本身 还有消费税呢 这种事不多 那和产品的消费税一样 列到税金及附加就可以 来 再看出售包装物 随同产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 这种情况下 当作促消费 借记销售费用 代记周转材料包装物 如果随同产品出售 单独计价的 就跟卖材料一样 借银行存款待其他业务收入 包装物的价值是 归到其他业务成本 它完全等同于 或者叫类似于 原材料的出售 再看滴滴耗品 滴滴耗品是价值低 或者容易损耗 主要是说的一些办公用品 那么滴滴耗品的消耗方向 有两种 一种是产品服务的 那就割到制造费 如果是行政的 走管理费 销售的呢 那就走销售费 所以说我们这写了个等 这里看它的使用方向 到底是什么 那笔墨职业 不光是管理部门用 行政部门 销售部门 各方部门都有可能用到 那么这个的话 得根据它的服务方向来定 带周转材料 滴滴耗品 同样 它也可能是计划成本计价 如果存在的话呢 要同步截准它的计划 和实际的差异 搞定 对于包装地理耗品呢 我们在这书上写的比它还要复杂一些 但是我觉得从掌握的核心点 就是刚才这些费用的归属方向 一定要记住 看一个考题 下来各项确认 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 借哪 借销售费啊 选择些啊 再看17年的 2016年7月1号 销售商品领用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计划价是6万差异率5%付的 那它的实际的应该是6万的95%吧 我给你算一下 6万的95%是实际的5万7 5万7 它是随同产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 那应该走销售费 走销售费转5万7 应该算这个 借销售费用5万7 代周转材料之计划价 这是截转节约 借记销售费用5万7 借记材料成本差以3000 代周转材料6万 算币就对了 再来 下列个项关于包装物 谁说的是对的 随同商品出售不单独计价的 不单独计价 即销售费才对 这应该列销售费用 我写这啊 这个应该列销售费用 不单独计价的 单独计价的是 其他有成本 你看他俩弄反了 他说这个单独的走销售费 单独的是走其他有成本 因为这个单独的话呢 他当作卖材料那个思路来处理 生产产品领用 即生产成本 这个对着呢 出租包装物的修理费 走其他有成本 出租这个环节 他属于其他有范畴 那么在这个其他有范畴中 所付出的代价 算作其他有成本 没错对着呢 西根地是对的 来看一下18年的多选 周转材料用实际成本 计价生产车间领用 那就走制造费了呗 它的原价是一万块钱 两次摊销 每次摊五千 问第二次账怎么做 这个呢 我们实际上没有讲 它的摊销的一些基础账目处理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很重要 你在这儿的话呢 就拿它看一看就行 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 烤的话是可以放弃的 但是这个题的答案的话呢 其实可以蒙一下 它不是分两次吗 它肯定有个五千 没错 肯定有这个 借制造费用带周转材料 然后它主要是明晰账比较麻烦 用的是摊销 有点像无形私产的累积摊销 但要求从原价上 从再用状态转到摊销状态 这个D 可能我们不太很熟 C的话呢 应该能猜出来 它这个账的完整做法是这样的 领材料的话 由在库转到在用 摊一半的话呢 正常摊 借制造费带摊销五千 然后第二次的话呢 摊另外一半 同时的话呢 把再用 转到摊销 这些呢 涉及到一个原价的明晰上的截转问题 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做探讨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偏 可以放弃不看 这个题呢 你就看看就行了 我们不做重点来展示 制造费 管理费 以及销售费 是DG一号品的常见的转摊对象 你就知道它什么情况下走制造费 什么情况下走管理费 什么情况下走销售费就足以 它摊销时的基础账务处理 这个要求不高 远没有包装物 什么背景下发出包装物 寄什么成本 那个考的比较多 DG一号品考的比较单纯 OK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存货的发出计价 全部讲解完毕 我稍作一个总结 存货的发出计价是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实际成本计价 包括的是 先进先抽法 加权平均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 还有个别计价法四个 对它的掌握的重点 集中在它的发出成本 跟结存成本的两个指标的计算 这是一组啊 第二个是计划成本 计划成本计价 其实这个主要是一个 核算它的工作业绩的一个套路 我觉得对于计划成本计价法的话呢 它的科目设置比较特殊 有材料采购 原材料和材料成本差异 材料成本差异 是原材料的背底价 那在这儿呢 一定要会测算材料成本差异率 因为这种题只要去算计划价 一定会用到材料成本差异率 材料成本差异率在计算时 有两个指标不要考虑 一个是单先或后或没到 你不要动它 第二个是或先单后 单没到的散估 也不考虑 把这点要注意体会 它的重点也是放在 发出成本跟结存成本的计算上 第三组是零售企业和批发企业的 这个商贸企业的两种方法 一个叫毛利率法是批发企业的 售价金额核算法是零售企业的 那个呢 原理你看看就行 关键要落实到计算 就是它的发出成本计算 结存成本计算 结存成本考的比较多 这是发出计价的三条线 那么除了这三条线之外呢 就是原材料的发出 包装物的发出 低值一号品的发出的 那个费用归属对象 一定要背书 这是发出这块比较啰嗦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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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